沒錯 剛才先講到說 因為就是所謂傅昆琦 在三讀通過的時候 一場演說裡面提到刑法一百條 副主席 副總召 不是刑法一百條好不好 是證交法一百五十五條 你是證交法一百五十五條 三審定驗的罪犯 扶完刑之後 從全中華民國 唯一扶完刑之後 假設還可以當立法委員人 你不要把柯文哲 楊文科 告安扯進去 為什麼這麼假的 至少人家還沒有 三審定驗嘛 包含柯文哲 他現在都還是只是他治安而已 所以你把柯文哲扯進去 為什麼 復仇法案嘛 說我們你看 我們民進黨司法不公 所以我們訂了一個 在野黨的特徵組 來查民進黨的高官 他要復仇嘛 但是我要講的是 其他人其實還沒有定驗 只有你傅昆琦定驗 所以只有你一個人 所以不要把其他人扯進去 那我要講的是說 包含傅昆琦 黃國昌也好 當然是挑戰了朱立倫跟柯文哲嘛 尤其是以網紅政治學流量來講 黃國昌取代柯文哲就已經毫無疑 傅昆琦超越黃國昌也 為什麼傅昆琦在所謂的三讀 通過演說這個刑法一百條的言論 出來之後炸鍋 昆仁山的一根草 就是那時候不斷的關鍵字 就是這個字 為什麼呢 網友暴怒嘛 你怎麼可以把一個國會電堂裡面 通過國會的擴權法案 結果的目的叫做你的復仇法案 所以所有的網友包含青鳥們都震怒 全部都在所謂的指責傅昆琦 而傅昆琦不只是有通知表人 現在還有傅王傅 還加碼了那個蜜歡嘛 蜜歡 歡欣欣 還有國魚送都來了 二窗都來了嘛 就是傅昆琦引爆了這個大家的憤怒嘛 而傅昆琦 柯文哲被黃國昌挑戰 大家五一一我也已經講過好多次了 包含所謂的選候現在有三萬名新黨員 是明年有投所謂的主席權力的人 這些黨員一年後就投主席權力了 而這些人很多都是支持黃國昌 因為網路流量的問題 第二個傅昆琦呢 傅昆琦你看朱立倫得罪了多少 黃復興黨部的 結果黃復興黨部被朱立倫裁測了之後 在國會重現啦 黃復興啊 黃國昌 傅昆琦 許曉信 黃復興在國會重現啦 所以傅昆琦未來會不會在明年挑戰朱立倫 這也是朱立倫要警醒了 朱立倫把傅昆琦找回來 原本是要挺朱立倫的 結果你把他養大之後 未來會不會挑戰你 這個東西都是國民兩黨 已經藍白兩黨已經不是 就是藍白之間的內鬥而已 而是內部都可能產生的所謂的紛亂嘛 那傅昆琦為什麼我剛才講說 他做交代的包含所謂的總統 來所謂的國情報告這件事情 被人家批評說為什麼你 我們都剛通完法令 然後你不直施新的法令 然後讓國情報告可以那個 你不是做假的嗎 那做交代的是做誰交代 現在有一篇文章嘛 一篇文章在2001年被寫的 李曉峰老師的文章 2001年 不要忘記 急事改 2001年是阿扁執政的時候 一樣是所謂的民進黨執政 但是嘲笑也大 那時候更慘 國會裡面的多數是 所謂的國民黨的立委 國民黨立委 李曉峰寫了一篇文章 裡面大家可以去看 但是我講重點 中國會先佔你哪裡 他說應該是立法院 因為北京的一個中國的聲音 如果衝刺在立法院的時候 北京連出兵都不讓了 中國一定會先攻佔台灣的立法院 這個跟最近很多的國際媒體 我就不想袁紅斌的那篇文章了 因為袁紅斌的資料同樣 大家有所質疑 包含時代雜誌都說 這是親中立委為了弱化賴清德新總統 來引發了群眾的抗議的一個行動 這些東西都呼應了國際對於台灣的關注 到底國民黨這一次立法 為什麼那麼急 明顯的有一百個律師覺得說 裡面有違憲問題 為什麼要強制的在所謂五二零的前後 來通過這個相關的法案 是不是就是為了給所謂賴清德難看 弱化行政權 這個是大家所質疑的地方 柯文這段要不要先回應一下 我當然要回應啊 我覺得動不動就是把這個 像袁紅斌這種完全資料是不可考 還有什麼見指就是說 為了要弱化這個賴清德的 這樣子的一個行政權 讓他的令不出 好像令不出立法院 然後這後面一定有很大的一個陰謀 那如果說都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跟國民黨真的是不太熟好不好 我已經位居非常多的一個角色 我從來不曉得 這跟中國大陸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關聯度 可是你會發現 完全用這個角度過來 他就是很原始的很清楚的 就是透過給予立法委員一些輔助的一個權力 能夠讓過去大家覺得完全問不到的資料 查不到的一個資料 能夠透過這個方法把它理定的更清楚 但是我們還是永遠記住 後面還是有司法的一個單位嘛 還是有個司法單位嘛 任何東西你還是 你不會隨隨便便一個立法委員就說的 立法委員就說的算 立法委員沒那麼搞啦 立法委員也沒那麼大卡啦 沒有這種事情啦 他只是透過這樣的一個資料的一個調查 能夠讓這些官員 能夠在對於對我們的回答的時候 能夠用更實在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從頭到尾就是這麼簡單 你要把它無限擴張到說 可能要弱化賴清德 那誰要弱化賴清德 可能接受到中共的這方面的意志 那你如果要這樣一個取向的話 這個東西真是沒有什麼特別好談 你如果說大家都是各自都有這些 先入的為主的觀念 然後用這個方法來強壓在 我們當初最原始的地方 在這個所謂的法案上面 你告訴我們討論不夠 你告訴我們這個所謂的這個溝通不夠 你告訴我們這個法條裡面的 法律的意義不夠 可以接受 但是你要硬指說 這後面還有一個中國大陸在 中共在後面來介入的話 那我真的覺得這個真的是想太多了 這點絕對是嚴正的否認 而且如果你對藍營來說 你真的沒辦法 什麼時候就是這個時候 你馬上就劍指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真的我說實在的 真的是習近平被你們刻在骨子裡面 想想賴清德好不好 他已經被你們遺忘很久 比朱立倫跟柯文哲遺忘更久了 可以嗎 朱委員今天有提到賴清德 他說賴清德還沒有上任 他為什麼要嘲諷這個 他為什麼覺得賴清德沒有上任 因為他覺得他還沒有上任 但是因為我想他最主要是來自於 當大家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賴清德應該是展現總統的高度 而不是民進黨黨主席的一個高度 他對於這個立法院的彼此之間的 你看韓國瑜跟卓中泰 我覺得他們兩個的個性來說 絕對沒有問題 他們兩個之間的溝通 我相信他們兩個的特質 調和底難他們兩個的特質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會期望之後 在這樣子的輔會之間 彼此這個建法奴章的狀況之下 賴清德站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用一個總統的高度 認為大家應該有更多的一個溝通 而不是好像外面就是民意 而裡面用民意選出來這些 所贊成的這些 特別是藍白的這些立法委員 所代表的背後民意就不是民意 你這會讓他覺得 你現在目前為止 還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而不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應該還是有這樣的意涵